NEO 劉斯基 天天都更新 大家好 我是LEO 今天要來看團戰的黑森林 有觀眾跟我說我可不可以拍一些 黑森林或遊牧的團戰 最近特別找了幾部 大家覺得還蠻不錯的 一些黑森林的場市跟遊牧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吧 黑森林這張地圖外加的話 通常一開始要先拉兩吋 有些人很兇 直接拉四吋也有 依文明而定 那這邊的話很標準 兩邊都是拉兩吋 然後次都來這個窄口 來互相圍這個圍牆 那黑森林前行 你只要圍的地方越前方 你對後面的戰士越有力 你不管是進攻或防守 比較會有空間 可以做防守或進攻的動作 然後這邊直接一個護砍 但是這邊沒有集火一吋 有點尷尬 這邊其實要先趕快集火一吋 先讓對方的吋倒地比較重要 然後再拉一吋過來 然後對方刺猴 但是黃色的刺猴也過來幫忙了 但是那家綠色的刺猴還在路上 沒有過來 目前是紅色的刺猴 單打獨鬥 但是這個刺猴不錯 殺掉了對方青色的刺猴 但是有一隻村民 直接把自己圍起來 這個手速非常快 那看起來這個戰線 就是從這裡圍了 那這樣子圍的話 其實還算是紅色方 有點小小優勢在的喔 因為這邊其實圍的還不夠裡面喔 以青色的這邊來看的話 但是紅色的刺猴回來 但是這裡有殘血的村民 一刀 再兩刀 抽了 但是刺猴也被這個女村民 拿起拳套給罩死了 哎呀這裡看起來 其實兩邊都蠻慘的喔 來看一下死傷產數喔 死傷KD 有了KD 目前看起來上面也是大開戰喔 大家都在打一打去 這個村民喔 都有這個KD值喔 怪怪的 好 看起來上面喔 是沒有先拉村民去圍 這就蠻奇怪的 有可能是 要圍的地方太大 所以選擇先不圍 那像這種窄口 正常來說是要先拉村民趕快去圍的 避免被村民抽都進來喔 被鬧了一波 就會很麻煩 那除了之外喔 你除了要去圍家之外喔 自己的經濟也要顧好 這就是黑色林外家比較困難的事情 好那這邊有兩個村子直接過來 但是由一隻天空熊來助陣 天空熊打女村民的速度非常快 哇天空熊很強 但是 這邊被圍 天空熊還是直接倒地 好 那這邊直接出來全擊PK 這邊直接喔 把紅色關起來打太狠了 紅色直接被圍在青色的建築裡喔 那女村民使用全套直接打光 然後再把自己圍起來 那後面來支援的村民 也來不及去救剛剛的村民了 好那這隻女村民剩兩滴血 所以可能要小心一點囉 但是青色喔 這邊圍得非常非常的偷喔 我覺得青色有點太硬要的感覺了 但是這次可以比較好 確定圍到一個比較好的地方的方法 但是他這樣子圍 最大問題就是他拉太多村民喔 去圍這些東西 那他經濟會非常非常不慘 他很容易就會有一個 經濟跟不上對手 然後被人家打爆的一個狀況 這是比較不樂見的 好那中國這邊是選擇比較晚圍喔 那你看到這邊才圍了這一條縫 但是中間這裡的話其實蠻難圍的喔 因為這邊是一個超級大平原 有非常多的野豬喔 還有一隻天空熊 所以呢這邊可能就會 變成一個主要很難爭奪的地方 然後蓋個城堡比較好少 可以蓋在這個位置喔 但雖然這個城堡有點後面 但也是可以的 但是灰色似乎 並沒有很慌張喔 而是選擇用TC聯防的方式喔 然後可能他這邊還會再圍一下 然後圍過來 然後用TC這樣子喔 圍一下 欸對對對就是這樣子 直接從這裡時候圍過來喔 用TC來防守這樣子 那確實這樣對灰色來說也比較好 因為這樣子就不會花太大量的村民喔 去圍家 然後導致自己經濟 像青色一樣這麼慘 然青色為了去圍家喔 分數明顯的已經落後很多了 請給我15 好 那青色這邊看一下村民樹 村民只有19村阿 但紅色也很慘 紅色也有18村 因為紅色的 村民會這麼少 原因是因為他剛剛也被青色喔 奪到幾村的關係 所以現在村民樹 是有點偏悲劇一點 你看這邊死了3村阿 他雖然打了2村 欸又打到1村 聽到有人死掉的聲音喔 啊 他扁到了這隻2滴血的村民 哇他居然把這個牆打爆了 然後進去了欸 喔 那這邊紅色村民偷渡 能抓得到嗎 這些青色很緊張 馬上拉了3村 想去阻止對手過來騷擾 好 那這2村可能是要趕快去 把自己的家裡圍好 但是紅色又拉了2村 看到有洞 就趕快拉村民來支援喔 然後再把這個圍牆 再圍得更前面一點 那如果之後青色要防守的話 就會更困難喔 需要的成本就更高了一點 所以這邊就要看一下 青色要怎麼處理這一邊的劣勢囉 欸這邊往後一圍 這邊上面只有1滴血 這個牆 對先圍這個上面的牆 よし 這個牆圍起來就沒問題了 然後呢 這邊拿了很多全套的村民 在開始扁這個木牆 其實扁的是這麼快 那為什麼會這麼快 原因是因為村民本身打建築物 就有這個額外傷害 這讓這個前期的進攻會比較困難一點 但是這裡有一隻村民高打地 利用這個山坡 打到一點優勢 好那直接再把他圍起來 欸 C喔 看起來大家都很棒 好 兩邊村民但是又一個來攪局 說好的單挑呢 紅色村民表示 啊幹 死了 剩下一滴血 可惜拉 但是這裡有更大量的紅色 青色村民這樣回血 欸欸欸欸欸欸 有人偷渡有人偷渡 呵呵呵 哇 青色這次好像完全沒看到 直接脫離到了青色的視野 完蛋了 這個這一村可能會搞到事情喔 很有可能喔 好那青色以為已經把內優全部解決掉了 蘇姿還被這個孟佳拉 繞了一村進去了 那這邊由於灰色已經連防好了 用了少量的資源去做防守 那這邊有一些步兵過來 裝甲步兵想要來直接應攻 但是這裡早就準備好了小弓 要來反擊了 好 那橘色是選擇用10強 直接把這一大爆圍 看來這邊要成為他的軍事重地了 好那這邊紅色來看一下 紅色這邊又偷偷偷入了進來 哇這個 這個真的沒人發現 欸有有有黃色好像有看到喔 欸拚一下燈 欸這裡有怪怪的東西在動啊 好但是這裡有一村過來 能抓到他嗎 欸好像看到視野了 有 但是這一村是 血量比較少的 而且沒有織布技術喔 所以這血量會比對面的村民少了很多血喔 那黃色也是不敢輕舉妄凍喔 畢竟沒有織布的狀況下 直接跟他硬拚 可是會出大事了 好那紅色直接深入皇家喔 皇家這邊只要被騷擾到的話 經濟就不能爆得很好 好那順帶一提這個 黑森林喔 黑森林有一個細節要講 黑森林的細節就是這邊 有這個湖的地方啊 一開始也可以到這個漁港 那漁港也可以多造一點去造這個漁船 即使沒有漁了也可以用這個漁網 直接去撈漁 像海裡種錢的概念一樣 會比較好一點 所以如果你是內家 不管是內家還是外家 只要你看到有火喔 就應該要去蓋這個漁港 那這個配置喔 去打海其實差不多的 最好是以 有大概六個伐木左右的時候 都去蓋這個漁港 那你基本的一些民生物資喔 還是需要這個 黃木頭去做處理的 所以這邊漁港喔 能提早發現是最好的 看起來有漁港的 這個地方喔 有虎的地方都有漁港 看起來是 大家都會玩這張圖 看起來這場也算是 蠻高端的 來對 雙漁港 更兇 所以有些人玩黑森林喔 可以選擇玩這個 魚船有加成的文明喔 像什麼波斯啊 或者是捕魚有加成 阿洛皮圖之類的喔 那他的效益 收益就會非常非常好 好 那來看一下這個箭塔 能不能弄到點東西呢 這個箭塔蓋好了 但是灰色經過了非常大量的木牆喔 想要來反制對手 但是目前看起來 這根箭塔 並沒有拿小工具去做一個突襲喔 那紅色應該是要打一個 直層了 沒有要打這個封建喔 塔公公 直接插進去了 因為他這邊有點忙喔 這邊弓箭 也在做這個射箭場 做製造 那也造這個 吊塔在裡面 打一個塔公公 那前線的部分 他要直接打進來嗎 欸有可能喔 這個有可能被他扁進來 好趕快補下這個石牆 哇那這邊 西西里 麒麟色已經花了非常多的資源 在防守上喔 這就是為什麼一開始爭奪這個位置 是非常重要的 像你這樣子被推進來的話 你就要耗費更大的資源了 尾的地方就越來越大 那你要耗費村民喔 的 人力就越多 越多的話 你的資源就越少 那越少的情況下 很容易就追不上對手 很容易會有時代差的問題 那而且這邊 青色還很慘喔 露了一隻紅色進來 所以導致現在紅色喔 要造這個BK 然後投車 然後來解對方射箭場 跟這個劍塔 那我覺得 黃色有點 太過 反應過度了嗎 嗯我不太確定欸 因為他這樣子已經耗費太多的資源 在解這個單位上 我覺得可以先下一個TC 然後再去蓋這個BK 會比較好一點 因為如果他這樣直接先蓋BK 沒有蓋TC的話 很容易會濃不起來喔 經濟會更差一點 你看這邊他蓋剛剛下第一個TC而已 其他的玩家都已經三TC了 這邊不知道這個BK 在想什麼 單TC 然後蓋了一堆魚槓 魚船喔 我覺得蠻奇怪的 這邊BK感覺是不會濃 有可能是要打強攻喔 剛剛講完就蓋TC啦 好 那 藍色看起來也沒蓋TC欸 藍色這邊也是在蓋兵想要強攻喔 然後那這邊灰色選擇是出小攻 哇這個小攻量有點多 那藍色跟灰色看起來是要來打一個強攻型的玩法 但是其實他們的攻擊喔 會遇到這個問題喔 這個 強啊 很多厚啊 這邊打進去了 裡面還有個城堡在等他們 那這樣確實可以讓橘色他們爭取到一些時間喔 因為這邊他們是以TC開局的 只要是TC開局的話 那經濟就會很好 很容易到了三十幾分 四十幾分的時候 就會打出明顯的差距了 那這個城堡不能解決掉的話 基本上他們也不可能從這邊進攻了 除非從這裡上面啦 但是這邊上面的話 這邊也是要尾一下這個石牆 還是在這個城堡射成範圍內的 那可能就會往下進攻吧 但上面這邊紫色也為了差不多了 好 那確實 黃色為了解這個 小宮跟這個廖望桃的關係喔 耗費了蠻多資源喔 在決上 所以TC終於開出了三TC喔 那我覺得西西這裡有點做的不太鋪好 這邊是不是居然選擇是三TC 我覺得啦 你外加已經這麼慘的一個情況下的時候 外加還要三TC 還蠻危險的 除非你要趕快去挖石頭 最好是趕快 把一堆村民拿去挖石頭會比較好一點 那盡量喔 不要像這樣子 直接三TC 然後沒有任何的兵或箭討 防守可能會出事喔 好 那不列甸這裡看起來是一個 樹地王喔 這邊已經在研發地王時代 22分就點下5 這個速度非常非常快 這邊城堡 而且不列甸已經在生那個長弓兵喔 長弓兵好的話 就可以進行大規模的打擊了 那帝王時代一好 下面可能會爆炸喔 因為這邊巨頭會很痛 好 這邊慢慢推了過來 但是有非常大量騎士 這邊想要踢 哎呦 踢到一點點小崩啊 那奴兵喔 差點被這個頭特型砸爛了 再砸了一發 哇直接躲過血 來一發 欸這個TD板喔 打了空虛 找一發 踢一下 哇 倒兩隻 再打一下 可以嗎 都在打 哇 再打了一下 很痛很痛 這個頭車喔 打騎士還是蠻痛的 只要能踢到喔 又倒一隻 好 那他們這邊進去喔 看到了有個城堡在喔 果然是往下擋 並沒有要繼續再往上進攻 那其實這邊 這邊灰色跟藍色的壓力是蠻大的 這邊自己也知道 他們雖然是打一個強軍士 但是並沒有開農 那他們也知道 對面都這樣圍了 那通常都是在防守 瘋狂防守然後開農 所以對面經濟應該是很好的 那確實喔 紫色中國這邊 經濟是已經突破天氣了 分數已經高達了4000多分了 那帝王 藍色這邊喔 是因為地生帝王的光息喔 所以分數非常非常高 好 那以上帝王時代的綠色 馬上點下三級色跟化學 還有這個巨型投石機 那孟加拉 紅色這邊是選擇出一些工程戰項喔 去幫忙破這個城牆喔 那這個巨型投石機 應該是要來破這個塔的 這個城樓喔 那巨型投石機 待會還可以再往前圖鏡喔 去解決對方的城市中心跟城堡 好 那看起來目前西西很慘喔 一座城堡都沒有的狀況 那龍屋就被人家漏進來了 好 那這邊頭車直接拆這個戰項 能不能把這個大傷解決呢 可能要趕快去修一下這個塔 這個塔要掉了 哇 快來掉了 這個塔樓掉了之後 補鏈這邊長工兵直接過來開射 利用這個超級優越的一個射程 解決了一台像 但是 還沒有精銳喔 雖然射程還是蠻誇張的 已經有10了 本身素質實在是太好了 好 那這邊長工直接無情開射 隨便輕鬆鬆 就可以射掉海頭車了 那頭車問題很麻煩喔 射程只有7而已 補鏈鏈是10 所以要攻擊那個頭車是輕而易舉 然後峻鏈投資機 瞬間就要拆掉對面的城鎮中心了 好 城鎮中心掉得非常快 好 戰毛出來 哇還不是戰毛啊 這只是毛兵啊 戰毛還沒有升級好你就出來了 你太衝動啦 西西里 青色這邊還想用村民直接蓋城 我待你為11晚了 對方爪將金木青進來了 這塊主金也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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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代表這塊金也沒了 什麼都沒了 完蛋 這就是城堡為什麼要求如此重要 因為你沒有城堡之後 敵人就可以將一路一直線 想走哪就走哪 就跟蒙多一樣 所以這邊就會非常難打了 然後下面看起來 青色已經被秒殺了 看一下下面這邊 下面這邊 結果這邊馬來直接入侵進去了 橘色家裡 哇 這個馬來便宜的毛相夫喔 給的壓力很大 直接入侵到了橘色領地內啊 哇 這邊直接用大象突襲喔 直接無視城堡 那馬來的話 他的下象就一反而已 算是比較可惜 但是他的造價非常便宜 是遊戲裡面 毛相夫最便宜的文明 好 那紫色絕對要來賣隊友了 哇 隊友都爆開了 自己趕快農 先把自己精力農起來 再去救隊友 那這邊這個組合喔 確實不好打 那我覺得現在最嘎姐喔 就是趕快下這個修道院 然後用這個僧侶去招翔大象 然後再用這個大象去頂這個奴兵 會比較好一點 那有機會的話 再出這個頭車或奴炮 再去解後面的奴兵就可以了 那現在的話我覺得 橘色要趕快出僧侶會比較好 有沒有點僧侶呢 那橘色是這個波蘭 波蘭的話 嗯 確實不太好打喔 繼續說這個錘兵 也是很容易被大象給打歪的 因為畢竟馬來的馬 那個毛巷夫喔 是沒什麼防禦力的 這個錘兵的優勢 並沒有辦法吃到最大化 好 這補列爹因為沒有城堡的關係 直接長驅直入 直接進到了 進到了這裡 哇這邊非常深入 哇靠 這個補列爹太狠了吧 直接身差城堡在這個位置阿 哇黃色這邊直接要爆炸咯 但是黃色 敗戰艇早就已經準備好戰毛兵了 這邊由於身差的關係被懲罰了 戰毛的費用非常便宜 不列顛 遇到戰毛還是有點頭痛的 呃 戰毛兵的話 在這個不列顛裡 就是在這個敗戰艇裡 是有非常便宜的折扣 好像35%折扣吧 幾兵也是喔 垃圾兵之王阿 非常強 喔 這邊馬來造了非常大量的一個大象 只要硬點 那看起來 馬來這邊是比較想要上帝王時代了 那這隻大象 我們其實造價也是 滿貴的 也要60幾肉吧 也是沒有到非常非常便宜的 但以一般騎士來說也算是便宜的 好 呃大量的波蘭隊族騎士 隊族特權騎士呢 直接來硬挺這些大象 看大象好像沒有注意到被砍喔 被砍的資料有點多 後面的奴兵要過來反擊 但是這邊的騎士是凍裝騎士喔 凍裝騎士的效果還算不錯的 但是大象的精準傷害是滿高的 欸 結果後面中國敵手 中國聯盟也來幫忙喔 所以聯盟打中大象的單位的效果也是不錯的 啊 是專門打這種血後 多的一個單位的 來這邊 哇 中國敵手直接一個騎士 三番機起來被射掉了 其實這個血量掉得非常的巨喔 好 那橋盾是藍色的 藍色這邊是有個橋盾騎士過來 但橋盾騎士近防非常高 2加7 但是遇到動物聯盟的話 還是會有點小巧難打一點喔 那就要來看一下這邊 要不要先升到遊俠 再來進行反擊了 好 那這邊隊族特權的 波蘭騎士 直接反殺 殺出一條深路出來 但是馬來真的要怎麼抵抗呢 好 裡面找就已經準備好城堡了 一看到城堡只能撤退一下 不能硬上 找個機會打 好 那下面這個部分 古烈殿在前天蓋了城堡 也有那個強大的一個帝王的攻勢喔 那這個古烈殿的長公兵也升到金瑞長公兵 金瑞長公兵 金瑞長公兵就已經來到6加6了 那邊那個 易有其應的科技有點加了 所以射程喔 再塗加了 1 升金瑞加1 再點加1 再加1 長公兵是12 射得非常遠 往下 往下 去去去去去去 哇 真是鑑魚啊 我走到這裡了 還被這裡射啊 呵呵 太慘了 那青色在寄生紅色的家裡喔 結果他TC蓋的位置 已經是彈區啦 大量的村民被這個長公兵射到頭破血流 怎麼辦 那也是紫色喔 但是 雙胎局面 中間保護這個金瑞頭之地 超多的中國電人在這邊拍攝 那這邊也突發了超多的衝車出來 直接中 中間 出來 中擊 中出了這個 紅色的一個 軍事單位 哇 結果紅色這邊 孟加拉選擇出了大量的森女啊 那孟加拉這次改版喔 有讓這個森林本身0加3 0加3的一個能力喔 那這個能力 我記得原本是這個 斯拉夫的一個能力喔 拿那個東正教 讓這個森女防空增加 我現在這個能力喔 好來這個孟加拉臉喔 好的孟加拉直接去招牆對方的 這個戰毛 可能是不太大 其實現在森林有互相取暖補血也是沒問題的 因為戰毛兵 打森林的傷害也不高 只有增加4的有 打森林才4滴血 因為本身就有三防了 看來這個三防給森林的效果還不錯 直接讓這個森林變成肉盾啦 然後在這邊用這個血量再拉起來 還算不錯 這個森林 莫加拉感覺還不賴 好 這邊大量的蓮蘆直接過來開射 然後剩下一體 中國蓮蘆打衝車的效果也是不錯的 這邊雖然只有射一體喔 但是連發狀況下喔 這個血量也是掉得非常快喔 好 那目前看起來 左邊左邊正街 都在大開戰 大量的中國蓮蘆直接來救下面的隊友 但是好像沒有搭配得非常好 衝車有個問題喔 會被這個孟家的森林給招走 大量的衝車牆來直接硬頂對方城堡 但是這裡的森林還沒有研發好招翔嗎 天 救贖還沒有研發好嗎 看起來好像沒有喔 不能招攻城氣 在招了在招了 研發了是不是 看起來在招翔了 終於要來招這個衝車了 欸 結果這個衝車來不及招翔 就快被大象挺光啦 好 但是後面有更多的防射衝車喔 來運頂對方不列艦城堡 我跑不列艦城堡 只能有6300多機阿 這個裝甲已經典滿了喔 非常不好拆的阿 鐵輛開的時間有點久 這邊衝車起來要來運衝 撞對方的一個巨頭 但是能打電話沒辦法 哎呀直接自滴通車喔 我可以招走 好那這邊再來撞一下 喔水啦 一撞兩台巨頭 真爛了 好那看一下上面戰況 上面戰況目前因為不列顛 在下面的關係 中國跑山救 目前上面只有 波蘭一個人 一打二 常駐戰線 但是實在是很難卡喔 畢竟對面是條盾 騎士互打的情況下 實在是很劣勢的 原波蘭沒有三防 但條盾有三防除此之外 本身的防禦還在多兩點 所以導致目前波蘭的騎士 也要做到一個非常好的效果喔 可能要趕快要出這個 垂冰喔 或者是大量擠兵出來防守 不然波蘭加利已經 呈現一個BBQ的狀況了 加利BBQ的話 擠兵也按不出來 這個垂垂冰也按不出來 就會很尷尬了 那垂冰對條盾的效果是很好的喔 所以這個波蘭可能要找個機會 然後也來把這個垂冰喔 點出來 會比較好一點 好 那要回到下面的站區 下面的站區 看起來不列典長攻兵 非常非常強勢 只要大量的衝車移過來 還是會被這個頭車喔 加上不列典長攻兵 全部打個外 非常難打 那中間這邊也是被 孟加拉跟不列典稍微擋了下來喔 雖然這邊是大量的聲率 那來直接招向對面的中國蓮弩 感覺效果還是可以的 但是中國蓮弩雖然還是有點多 而且這裡有大量的騎士過來 騎士過來能全部解掉嗎 好 中國蓮弩一直被招走 但是沒有關係 全部的聲率都進CD了 進CD的話 就沒辦法去招騎士 沒辦法招騎士 可能就被騎士砍個歪 哎呀 大量的聲率 直接後撤 但是也很多聲率已經跑到地上收了 那這邊還是繼續往前途徑嗎 這個殘暴能蓋得起嗎 好像可以96% 96%的時候停了 97% 再來一點 直接硬蓋 98% 98%的時候停住了 沒辦法蓋起來 哎 這邊看起來是中國的一個小小的機關 但是後面又有村民來過來想要來硬蓋了嗎 哎 有頭車來Cover 那應該是可以 OK 硬蓋起來了 哇 這個頭車還砸到一發 中國蓮弩直接大死一怪 中國這邊只能選擇後側 那上面的部分 看起來那一波 遊俠竟然鬧了一波之後 重創了波瀾 波瀾的經濟有點 草不 草不名聲 呃 了不名聲 欸 之類的 我不知道是哪個台去才是對的 好 那這邊 哇 波瀾鐵的中型同時側也造好了 我越來越多台 這邊直接沾個PK 全線硬殘喔 但是其實你們不要看 波瀾鐵好像很厲害的樣子 是不是他其實經濟也沒有很好 他聰明數是很少的 哼 聰明只要五時穿喔 其實這個有點慘 但是一個完全強軍式的玩法 所以已經沒有太大量 好 那這邊大量的戰馬 硬點掉了蠻多強攻兵的 對這個 拜登庭來說是一件好事喔 因為拜登庭本身這個 垃圾兵龍非常便宜 而且不用黃金 好 那這邊要再來 直接應用蓋這個城堡嗎 但是這邊投車的數量 好像越來越多了耶 欸 這個城堡是自己滴的嗎 還是被這個 砸掉了 他是被自己投車砸掉了嗎 我看一下他有回收 回收石頭啊 看一下他綠色的石頭量 就知道有沒有回收了 欸 好像有耶 還有六百多石頭 應該是有回收吧 我以為是被他自己中頭給砸掉的耶 好 那目前 不列典的KD值已經突破天際了 397 把KD值一隻長攻兵 可以射殺四隻單位 非常強勢 而且這個 中頭喔 對上路中國聯盧的效果非常好 我們之前的影片有提到做 中國聯盧最大的弱點 已經手短 基本上只要用那些射程比較高的單位喔 像是火套或是衝刺車 直接找到一發 中國聯盧就退不成軍了 好 但是 一人中午現在要控兩邊的關係 我確定他這樣子打 能不能打好 因為其實打兩邊戰線的時候 最大的問題就是 很難去控兩邊 控兩邊很難控到的情況下 可能就被這個 不列典的這個 投車喔 直接投到喔 好 那波蘭的 這個翼騎兵喔 波蘭的翼騎兵 有這個践踏效果 大量的波蘭的翼騎兵 直接衝到了TZ一下 那這個践踏效果我們來看 這個血量會慢慢雷值掉 誒 但是他有鐵嗎 他肯定看不太出來 但是大象喔 以抗騎兵的效果能力非常好 上面的大象已經殺出了重圍 但是下面的村 上面大量的騎死 肉馬也在是打說明 但是後面的條頓的遊甲 又趕緊補了過來 肉馬好像沒有太大的效果 不過波蘭的騎兵 可能要全部潰敗了 原則面來說 他並沒有一個太大的優勢 而且這裡的條陣遊甲過來 這個波蘭的騎兵 打遊甲的血量很低啊 只有一半的傷害而已喔 9加43攻 直接-7 哇 打一下只有6滴血而已啊 那這面 宇宙露蓮過來 想要繼續進攻 但是波蘭的騎兵已經重差不多了 那這邊的大象也已經 升級到金瑞的毛巷夫 金瑞的毛巷夫 有這個馬來的加成的話 就不會相當划算了 非常省的造價 但是有非常好的一個血量 300滴血 通知力18滴 還不錯 但是要去得到 但是還是全部都送光了 那看起來馬來還是有點頭疼 這個大象產出夠 那下面戰區 沒想到這個城堡被硬勢蓋了起來 來 中型投資機 還在 看來這個中投 欸這個衝車趕快來頂中投 哇沒有在控 這個敗戰艇沒時間控 欸 回頭頂一下 哇沒有頂啊 他要直接去頂這個城堡喔 哇都頂下去 中央海中投其實蠻算的喔 沒有辦法 因為這邊敗戰艇的軟機 更加瀕臨城下了 其實要去做這些器位操作 這個要求還是蠻高的 欸那個中型投資機一直沒解掉的話 自己的戰毛逼喔 會一直瘋狂瞬間倒閉喔 像這樣子 哇一直倒一直爽的一個狀況 但是現在還有大象過來 戰毛兵是沒有辦法處理這些大象的 大象過來直接頂 哇 戰毛兵很難承受這些突襲的 那看起來上面是我也希望了 中國聯絡能不能殺出條血路呢 突然機器兵還在機器扛 以及沒有足夠多的黃金 可以出黃金兵了嗎 大量的漏滿 直接硬扛 那黃色敗戰艇這邊已經受不了了 他說我在1v3 那確實他在1v3喔 沒想到藍色條盾 哇沖來了 差了一堆遊俠過來支援下面 只要讓這個敗戰艇喔 直接硬身倒地 但是這邊有非常大量中國聯絡過來防守 那中國聯絡的數量就21隻 藍色遊俠的效果還真不錯的 看這個傷害是蠻高的 哇 這個遊俠還是死傷速度非常非常快 但是西西里呢 西西里在幹嘛 西西里在暴農 西西里還沒有在進攻 這邊總共要殺出去的樣子 開始蓋均印了 但是並沒有來回家防守 好 來看一下上面這邊 上面這邊看起來中國聯絡的效果非常不錯 進攻的方式也是要越猛烈了 這邊的話 由於剛剛挑戰了 繞了一波遊俠下去 想要直接擊退 敗戰艇這邊的關係喔 讓上面這邊馬拉也變成一個 王國狀態喔 馬拉也是快要撐不下去了 大量建築也是在被拆 現在馬拉用這邊的建築物去拖延時間 但自己要慢慢往下撤了 把自己的體積往下蓋在這個地方 但這個地方其實離戰區也是不遠的 感覺問題不大 自己的隊友已經在上面 從猛黑途徑 放棄了兩國了 敗戰艇這邊 經濟也是一直往後撤 農鐵也是往後蓋 戰毛病還是一直在暗暗 但是暗下來的結果 並沒有達到太多優勢 畢竟這個長攻兵的優勢實在太強大了 射程有直了 而且這個大象喔 敗戰艇也是沒辦法處理的 原來這裡沒有正常這個擊兵喔 沒有擊兵的話 大象就是可以無雙 想要去哪就去哪 哇大量建築物已經被這些大象移平了 但是西西里這邊也很慘 大量的遊俠在中間的村民 砍了一大堆的農民 西西里這邊沒有意識到 還沒有收村 死傷非常慘重 遊俠想看哪隻就看哪隻 好扯 好終於看到了 終於收村了 好收了一下 好這時候有準備進攻了嗎 西西里看起來還沒有 這邊有繞了一些單位過來 欸偷偷偷渡過來這邊 然後讓這邊條盾喔 繞了一些遊俠過來救 那看到情勢不妙的馬來喔 先把這個地方圍起來 以免讓這個西西里在這邊亂來 好 那看起來 目前馬來也是滿慘的一個狀況 但是中間這塊區域 中國聯盟好像還是有機會殺到條盾家裡 但是拜登庭看起來快不行了 大象已經長驅直入 沒有辦法抵抗這些大象的進攻 怎麼辦 裡面沒有軍營 沒有軍營就沒有擊兵 沒有擊兵 沒有擊兵就沒有到這部大象 拜登庭接近王國狀態 普列劍也不想理他了 要來去找中國了 中國聯盟遇到大量的大象過來 他也是沒辦法搞定 只能趕快收穿 不是收穿 收蓮奴 收蓮奴進城堡 趕快躲一下這個大象的呼吸 居然會被踩光喔 這個大象踩過去 中國聯盟也是行銷的 但是沒有關係 上面的中國聯盟 還在努力進攻當中 但是條隊也是在頑強抵抗 大量留下 直接貼到聯盟的面前 但是後面有更多的 突然一起兵跟了上來 欸 阻止了對方 蓋城牆的一個焰圖 結果 條盾被入侵了 但是馬來有出了一些大象來抵抗 馬來即使被 被亡國的形態 我們在矮身一起出了幾隻馬來的大象 出來防禦 呃 跟這個 一起 跟條盾騎士團一起防守 還算是有點吃力的 條盾騎士直接硬上 馬來大概有在硬場 呃 這邊有非常多的一個貿易錯誤也被做到了 怎麼辦呢 頭車也過來架好了 這隻馬之兵架起來 能再進攻啊 條盾騎士團也要倒地了 非常慘烈 這場戰爭 但是中國聯盟在下面的 基地也失利了 中國這邊有點尷尬 下面有不列連英國長老兵 慢慢突進 孟加拉的一個混合大象 非常強勢 怎麼辦呢 而且他們孟加拉 這個大象還有抗招牆的效果 都會非常難打了 現在這個大象啊 用這個勝利來招式比較好的 那如果你出這個疾病的話 又會被英國長公兵射歪啊 所以目前孟加拉加長公兵 這個組合非常的強勢 好 看一下校園這邊 校園這邊 留一些這些肉馬過來騷擾 但是這個有點碰不太過來了 這面看起來中國聯盟有點尷尬 這個被中途斷兵的感覺 好 但是沒有放心 托爾蘭便宜的貴族騎士 貴族特權所產的這個重裝騎士 過來防守了 但是問題已經不是足夠了 重點是要怎麼去擋住 上面中國在暗示這些內憂呢 中國聯盟打這個留下效果非常好 但是沒有辦法 如果更多大象頂得上來 然後被大象頂到之後 中國聯盟可能會全部倒光 中國聯盟雖然來到剩下屎料子 但是有更多的遊俠過來了 哇 大象頂得很快 哇 中國聯盟只能一身倒地 這個擴散效果太痛了 只剩下7隻 大亂遊俠也頂得過來 中國聯盟前線全面潰敗 全面潰敗之後 回到家裡盡頭 中國的城堡 中國的城堡 家裡已經盡盡城下了 請台巨頭 直接硬拆 緊射中國 只能打出巨群 好 看起來 中國的巨人看不下去了 西西里 最後到他們家蓋石牆 笑死了 然後組裝這個貿易車隊 行進路線 當然還是圍死一碗 這個西西里 倒的真的太快了 沒有半個城堡 可以頂住戰線 直接直攻 內加 所以導致拜登庭這邊 沒有太多的時間 可以把這個帝王兵種給蓄起來 那這個不列一點 強攻的時間也是相當的好 直接把這個西西 不是看在眼裡 直接硬插寶 插在這個拜登庭家裡 直接滅兩國 這場西西會這麼慘 也是因為前面 黑暗時代 拉太多村民去蓋這個圍牆 也死了蠻多村的 但我覺得這也是沒辦法 畢竟 他也是想要圍好家裡 但是結果還是露了一川 讓紅色 到這個拜登庭家裡這邊 打出個塔公公 拜登庭這邊 農的速度更慢了一點 唉 這個就是很多細節 黑森林也是這樣子 好 那我們稍微來看一下 經濟方面就好 看一下就好 這個要解析有點困難 因為畢竟八個國家有點太多了 講不完 好 那中國看起來是木頭比較多 這個沒錯 因為中國聯弩 耗費木材跟黃金量 是比較需要的 那畢列甸這邊就是比較慘一點 他經濟沒有那麼的好 但是他用了非常多的單位 打出這個軍事加成的分數 所以導致讓畢列甸看起來是最高的 這邊 軍事很高分 非常猛 一萬多分 這個巨型頭時機 加這個長空兵 殺的單位非常的大量 哇來看這個 哈哈 伯烈甸總共殺了684個單位 自己損失119 殺最多死最少 你猜也沒錯 就是我大伯烈甸 一個長空兵可以射殺五隻單位 對面霸彈田已經出了這麼多戰 卻沒辦法達到很多的感覺 這個伯烈甸再可以生一張地圖 也是真的蠻厲害的 好啦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了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